传媒者 这个节目是赞助的中文电台 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 新浪微博和Facebook账号 都是Chinese Radio Seattle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下午好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Chinese Radio Seattle 本周热点新闻节目 我是主持人小卢 我是主持人April 今天是2023年11月17日 星期五农历10月初五 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一下 第一则新闻 第一则新闻是 关于下图所多区狗托所发生火灾 被迫疏散一些狗失踪的一件事情 周一晚上呢 下图的Soto社区的一家狗 日托中心二楼发生火灾 几只狗被紧急疏散 消防员最初感到位于 南工业路600街区的现场时 仍有多只狗在逃 下图消防局公共信息 公共信息官大卫库尔波说 晚上八点半刚过 工作人员就报告了火灾 库尔波说道 所有的人都找到了 而狗却是得以逃脱 目前呢 我们正在与该企业的经营者合作 以确定是否所有的狗都已经找到 下图的警察呢 也赶到了现场 他们帮助驱赶散落的狗 并关闭了附近的街道 作为预防措施 没有被主人接走的狗 被动物保护者带到了 位于Mercer街的市中心狗狗休息室 志愿者们说 他们认为 仍有两三只狗下落不明 没有人员伤亡的报告 火灾原因仍在调查中 The Dog Resort 在湖城路 Lake City Way上 还有一家分店 今年早些时发生了火灾 据西雅图消防局称 火灾造成了 约30万美元的损失 调查人员称 火灾是由烘干机引发的 被认定为是意外事故 虽然是由两只狗 因吸入浓烟 而被送往受医处 接受治疗 但所有的狗都活下来 并恢复了健康 值得一提的是呢 这是该狗寄养业务 一年内经历的第二场火灾 这个我们刚刚也提到了 然后华盛顿州的交通部 也证实呢 火灾发生后 不久集中的一名员工 在Soto地区的5号洲际公路上 发现了一只死去的狗 工作人员拨打了狗项圈上的 电话号码 这与Facebook群组里 金县失误招邻宠物上 发布的信息相符 该群组中不止一人 请求帮助寻找 火灾后失踪的宠物 一名用户发帖称 当他们接到了 WSDOT员工的电话时 他们正在国外 通知他们的狗 在5号洲际公路上被发现 西雅图消防局 于晚上8点半左右 接到电话后前往了南工业路 进行火灾调查 周一 农烟从这座两层建筑的 二楼冒出 一只队伍正向大楼浇水 另一只队伍则疏向了狗 去该部门称 截止至晚上的9点05分 火事已得到控制 警察也被召集到现场 帮助围困逃亡的狗 一些狗被送往 另一个寄宿地点 一些狗与主人团聚 据报道称 其他的狗都逃跑了 并在事发几个小时后 返回了现场 当时没有人员受伤的报告 火灾原因呢 尚未确定 损失估计呢 约为15万美元 这几个火灾呢 引起了人们 对于宠物安全和狗日托 所中心管理的这个关注 关于这个宠物安全呢 相信 April可能也关注过 就是狗日托这个行业呢 在国内还没有说特别的发达 而在欧美地区呢 尤其是在美国呢 狗日托其实是做的相对来说 比较完善的这样的一个行业 然后在主人们可能没有时间照顾自己的狗 或者是出去旅游的时候呢 就是会很放心地把狗狗放到这个狗日托的中心去管理 然后这一起这个火灾呢 也确实是蛮意外的 尤其是同一家公司的 今年发生的第二期的这样的一个火灾了 虽然是看起来好像是一场意外的火灾吧 但是这个宠物安全呢 还有这个狗日托的这个管理呢 确实也是值得人们所重视的 对 像因为身边有很多朋友都是在养宠物嘛 然后虽然我没有宠物 但是我看到这种新闻 还是觉得非常非常的心痛 因为就是我很了解大家把狗狗放到这种日托公司的时候的心情是什么样子的 所以也就很能了解这种事情发生的时候 主人会有多么的心痛 我觉得如果说是这个火灾不止一次发生的话 其实是完全可以做好预防措施的 说白了还是这种公司的管理不利 才会导致这种悲剧的发生 对确实 尤其是从管理层面来讲呢 就是也提到了这家狗日托中心呢 确实就是似乎面临了这个火灾的这个重复问题 它也不是第一次发生了 然后可能就是这是否会反映了 管理层在这个火灾和安全方面有做的不太充足的地方呢 我们也希望这次的调查结果能够这个问题的这样的根本原因 然后采取措施来保证类似的事故不再发生 毕竟像April提到的 就是主人们其实是下了很大的决心 或者是做了很多功课 去选择相信一家狗托所这样的 然后在他们出去的时候 把他们最心爱的就是已经是家人的宠物 然后放心的放在这个狗日托里面去管理 我觉得是主人们确实是下了很大的这样的一个决心 然后如果这样的悲剧重复上演的话 也确实是一方面是狗狗的这样的安全 无法得到保障 另一方面就是慢慢的主人也会失去 对这个狗日托的这个行业的这样的信心 而且这个我觉得还是一个对于这个宠物安全问题的意识的 还是需要提高一下 不光是这边这个狗日托的企业要做好 然后我觉得就是可能在立法上 或者是政府的管理上面 也需要加强这个方面的注意 因为可能像这个公司发生火灾这种事情 可能其实不是经常发生 然后但是我觉得像其他的这种宠物安全问题 是会经常发生的 所以立法方面还是有不完善的问题 就是还是希望政府可以加强对这个方面的管理吧 然后让这种犯错误的成本 让这种比如说靠这个东西来赚钱的这种企业 让他们的犯错误的成本更高一些 确实 尤其是April提到了 就是火灾呢 一年听上去 一年发生两次听上去 可能不像其他的宠物安全事件发生的那么频繁 但是他一旦发生了 如果这个日托索或他的这个安全措施做得不到位 或者说他的防火措施和紧急这个疏散呢 做得就是没有重视起来的话 一旦发生呢 它是会造成非常严重的后果 是真的会攻击到这个宠物的生命 尤其是火灾这方面呢 我们新闻中也提到了 是没有人员伤亡的 但是宠物毕竟和人不一样吗 一旦发生了这个火灾 他们不像我们可能紧急疏散 或者怎么着逃离 所以说这个时候 就是日托索的这个防火的措施和 预防这种意外发生的一些应对的措施 就显得尤为的重要 嗯 是的 对 所以总体而言呢 就是这是一起呢 令人就是比较关注的事件 也是需要就是 政府呀 社区呀 包括企业的共同努力 然后确保类似的事件 不再发生 或者一旦就是不幸发生了 也能得到妥善的处理 然后也提高就是对宠物安全的认识 这样 嗯 那我们也希望在这个事故中 受伤的狗狗可以 尽快好起来 然后失踪的狗狗可以 尽快的找到 然后我相信社会各界也会 呃 持续的关注这个问题的 嗯 嗯 OK 那我们来 呃 关注第二则新闻 第二则新闻是 西雅图警察物创民宅之后被起诉 伊丽莎白雷恩在准备洗澡时 听到贝尔顿公寓的门外 穿来 砰砰的巨响 她摸索 走着找来一件外套 裹在身上 这个时候 门突然被踢开 几名警察拔枪冲了进来 雷恩能感到困惑 害怕 也不知道是谁在敲门 这时她已经退到了厨房 警察在那里发现了她 她几乎歇斯底里 紧紧地抓住面前的一个水壶 雷恩是一名45岁的西雅图治疗师 她于上个月对市政府提起诉讼 指控市政府玩忽职守 违反了宪法保护他们 遭非法搜查和扣押的规定 声称警察在接到一名男子 陷入危机的报告后 轻率鲁莽地冲进了错误的大楼和公寓 诉讼称 警方没有做任何事情 来证明闯入是正当的 他们的行为让雷恩女士 陷入了致命的恐惧 她担心自己会在这次事件中 受到攻击或者是被杀害 而这并非她自己的过错 诉讼指控称 她的律师获得的人体摄像机的视频 也证实了这一点 警察在雷恩女士 因恐惧而颤抖时 仍在继续毫无必要地 搜查她的公寓 雷恩的西雅图民权律师 杰伊克鲁勒维奇说 雷恩听到有人敲门时 正准备洗澡 门上没有窥视孔 所以她看不到是谁要求她开门 她不知道是谁 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克鲁勒维奇说 她来得及穿上这件外套 逃到公寓最远的角落 厨房 拿起茶壶 我猜是为了自卫 谢天谢地 那不是一把刀 西雅图警察局 和市政府官员 周五没有回应 致评的请求 在2020年11月22号下午 警方和消防局的 医护人员接到一个危机电话 称一名醉酒男子 打碎了一扇窗户 并向街上扔东西 于是被派往第一大岛3028号 救护人员在调查途中 调度中心更新了信息 称第二个报警人称 有人被推出窗外 警员赶到现场时 发现人行道上有碎玻璃 但无人受伤 医护人员和消防人员 前往地址的四楼 在那里联系上了 这名处于危机中的男子 然而呢 随着更多的警察的到来 第二批警察进入了 他们显然以为是 第一大岛3028号的 另一个入口 那根据车载摄像机 后来记录的证词 警管门上的标志 清楚地标明了不同的地址 五名警察 包括一名携带 大口径半自动步枪的警察 来到与调度中心 共享的号码 一致的四楼单元 大声敲门 并宣布自己是警察 从监控录像中 可以听到雷恩说 怎么了是谁 警员们再次敲门并宣布 然后其中一名警察 在尝试了几次之后 一脚将门窜开 雷恩显然被吓坏了 情绪越来越激动 反复询问发生了什么事 根据诉讼中提到的警官 莱利·考尔菲德 金永亨 塞斯·巴格纳 约翰·杜森和杰森·德拉蒙德 提交的报告 这些警官在未经许可 或没有搜查令的情况下 进入公寓 因为他们认为 有人试图从四楼窗户跳下 或推下他人 构成了威胁生命的紧急情况 那如果存在紧急情况 即有人的生命 面临迫在眉睫的危险 或证据即将被毁 警方可以在没有搜查令的情况下 合法地进入建筑物 瓦格纳写道 由于有人报道 有人试图跳出窗户 或者是可能被推出窗外 警察认为公寓里的人正处于危险之中 因此紧急进入公寓 并将门踢开 进入后 警察在里面发现了一名女性 但没有发现里面有破损的窗户 或者是其他人 这个时候 警察意识到他们进错了房间 雷恩的律师 克鲁勒维奇 对紧急状况的说法提出质疑 指出警察到现场后 就知道没有人被推出窗外 进入正确的房间 警察与危机中的男子取得联系 该男子打破了一扇窗户 导致了自己臭伤 该男子及妻子均被送往港湾医疗中心 报道称没有提出任何的刑事指控 克鲁勒维奇在一份声明中说 涉案警官和整个西雅图警察局 都应该为他们在此案中的鲁莽和危险行为负责 这是任何公民最可怕的噩梦 那戴恩琼斯女士中 戴恩琼斯中士最终向雷恩女士解释了当时的情况 从该中士的人体摄像机中可以看到 雷恩在哭泣咒骂和无法控制的颤抖 我想为这里发生的事情道歉 琼斯说我知道这令人震惊和害怕 哇这个真的是一起大乌龙的事件 但是当我看到这个 雷恩女士刚刚 因为她处的状况是她刚刚洗澡 然后听到门外有人大声地敲门 而且她应该是一名独居的女性 所以她赶紧穿上衣服出去开门 我非常能够深切地体会到她的这种内心的恐惧 因为我也就是因为我我们大家都在美国可能都是有过自己住的这么一段时间 然后也是会非常害怕就自己心里其实会非常害怕有陌生人来敲门这件事情的 更何况是有人拿着枪进入闯进的房间 其实我觉得她那个时候的想法根本就是 根本没有就是没有认识到他们是警察 如果是我的话我只会觉得是一帮人来假扮警察 然后来闯入我的家 所以我非常能理解到她当时的恐惧是什么样子的 尤其是这个事件是警方她错误地闯入这个 对她找错地方了 对然后我们也知道可能在警察执法的过程中 他们可能会比较严肃 然后因为他们不知道这个房子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嘛 所以她冲进去之后 那我作为一个居民就是我什么事情都没有做 然后突然看着一帮人拿着枪 然后闯进了我的公寓 并且不听我的解释 然后开始就是搜查 是真的真的就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 就不用说是警察了 对就不用说是警察了 但凡是一个陌生人 就是在半夜洗澡的时候敲门 你可能都会就作为居民 尤其是独居的女性 就会觉得已经是非常恐怖的一件事情 而且这则新闻中也提到说 就是幸好她拿的不是刀或者什么 但是我觉得然后出于自保的情况下 可能手中真的会握着力气 但是我没有办法想象 如果她就是这位女士 她手中握着一个力气的话 然后警察开门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 我觉得这个也是 我觉得这件事情也是反映就是 夏图的警方 她的这个 我觉得她们的执法的能力产生了非常非常 非常非常大的疑问 就是她们这样的事情都能够 做错 如果连门牌号都能认错 那她的执法能力是不是有点 是不是有点太差了呢 OK 那我们现在先进入广告时间 广告回来 我们继续讨论这一则新闻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 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 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 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 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 或者其他活动 请您支持我们 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盈利组织 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 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 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 请您向具有501c3免税资格的 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 捐款的paypal账号是 scbaceattle at 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 西雅图中文电台 感谢您的支持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所陪 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 索赔成功过后收费 不成功则不收费 联系电话206-920-6721 206-920-6721 好的欢迎回来 现在您正在收听的是 西雅图中文电台本周热点新闻节目 我是主持人小璐 我是主持人April OK那我们来继续讨论刚才的这一期新闻 我跟小璐都是对这个新闻感到非常的震惊 因为完全没有想到警察这么一个非常需要严谨的公众 能够明明是给我们带来保护的 让我们觉得安全的 但是却对一名女士造成这么大的困扰和这么大的这种 我可以讲说是心理阴影了 尤其是我们可能一般提到警察都是想到 是保护的保护我们这样的一个角色嘛 然后在本新闻中的女主角 就是她见到一大群警冲进来 她一定是会以后看到警察都会 肯定是会有一些后怕的 而且这一则 也在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这个危机情况的这样一个 这样的一个情境下 这个警察呢 他是否就是有权闯进这个居民公寓 并且展开搜查 尤其是也提到了 她并没有向这个 新闻中的女主角去 展示她们的搜查令 或者说是具体是发生了什么样的情况 就直接展开这样的一个单方面的闯入和搜查 所以说 感觉这个警方确实是有一些 在这件事情上做的确实是有一些 不是特别负责 而且这还不是一名警官 是三名警官 四名还是三名警官同时的闯入 我看看 是四名 一二三四 五 是五名警官 就是如果一名警官没有发现这件事情 我觉得可能这个概率还是会有的 因为谁能不犯错嘛 对吧 但是五名警官都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 这个就就我真的觉得有点太离谱了 而且明明 新闻中也提到了 明明那个门牌号都是完全不一样的 但是他们却没有发现 对 这 这个真的很让人觉得 真的很让人质疑下图警官的这种能力吧 我觉得 这些事件肯定是会引发就是警察的行为和就是公众安全的这样的一个关注的 就是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改善这个警方和居民之间的关系 或者说是如何确保此类事件不再发生 是非常值得去重视的 包括比如说警察培训啊 或者说他们确保警察去正确的这样的执法 确保他们正确的进入居民区啊 然后怎样就是说可以处理 为并且同时尊重这个居民的权利和隐私啊 就这些方面呢可能还是需要再加强的 是的 那就是这则新闻的这个看下来 其实我也是有一点想提醒大家 就是我们在 比如说尤其是自己住的时候 听到有人敲门 千万不要急着开门 因为你根本不知道外面是什么样的人 这次是警察 那可能下次是 真的 可能对你的人身造成 人身安全造成极大的威胁的人 而且我在这个新闻我也注意到 因为没有那个门眼 就是没有可以看到门外情况的那个东西 所以说才会这么的可怕 这个我今天突然觉得门眼是这么的重要 就是她可以让我们看到门外的情况 因为我想如果是她 这个女士她看到了门外的情况 然后她当时在他们之前 先和警察进行沟通 可能也就不会 发生这么大的这种 乌龙事件了 或者是说先跟警察沟通 比如说我们这里没有任何的情况 然后 先让警察也有一些预备 但是总而言之还是警察的错 这件事情 这个 这名女士完全没有错 我觉得如果是我的话 我可能也会起诉这些警察 由于他们的这种 不负责任 而且我相信这名女士想起来之后 肯定会非常的后怕 因为就像你说的 如果她当时拿的是刀的话 那警察会 警察手里拿的是枪 那警察在不明阵线的情况下 会做何反应呢 这个是真的很可怕的 而且我们都知道 美国的警察是 可以随时击毙 这种 对社会安全造成 对 是的 那这个可就不是说 就是这个本来已经是一个很大事件 但是如果警察 开枪误杀了这名女士的话 那真的是 我觉得 这个真的想起来是会很后怕的 而且是非常 极大有可能 有这种情况发生的 是的 所以我们也希望通过这个 这一次的这个事件呢 也希望 警方那边呢 可以加强就是 这个他们的执法的这样的一个能力 严谨性 然后平衡他们执法与这个居民的隐私啊权力之间的这个关系 来确保社会的安全和个人的自由得到这个充分的尊重 嗯 是的 是的 好的 那么让我们关注一下下一则新闻 下一则新闻呢 是一则非常轻松的新闻 是由于夏雅图的春季条件非常完美 华盛顿州的春季条件非常完美 华盛顿州的苹果收成增加了29% 华盛顿州的苹果收获期即将结束 通常是在11月份 的产量比往年平均产量高出近5% 由于今年春季和初夏近乎完美的生产条件 我们在杂货店买到了美味的桶装苹果 它们颜色鲜艳质量上升 2023年春季 从3月20日到6月21日 华盛顿州的亚基马山谷和维纳齐山谷的 平均气温为冰冻低温 平均气温在70多度以上 这些以其丰富的农业收获 以及苹果和生产而闻名 2023年春季 维纳齐3月至6月的平均降水量 远低平均降水量 亚基马3月和4月的降水量 远高于平均水平 然后每个月都低于5月和6月的平均降水量 至少半英寸 与上一年2022年相比 今年的气温要低得多 平均最高气温在60多度以下 平均最低气温接近颇低于冰点 维纳齐3月和4月的平均气温 较正常水平第3.2度和2.7度 5月则比正常水平高出6.1度 维纳齐整个春季的降水量都低于正常水平 亚基马3月份平均气温开始比正常水平高2.6度 但4月份降至比正常水平低5.9度 并且持续低于正常水平直直至6月 亚基马3月份的平均降水量也低于正常水平 但4月5月和6月的雨雪量远高于平均水平 苹果树开花期间发生的降雪导致受粉急剧减少 气氛下降 加上春季持续的降雪导致产量减少 从种植者的报告中可以看出 今年的苹果的数量恢复到了历史正常水平 所有品种的苹果尺寸和质量都很好 华盛顿州树果协会估计全州40磅盒装新鲜苹果产量为1.34亿个 这比2022年增加了29% 收获量仅为 当时的收获量仅为1.04亿香 那么这则新闻呢 也提到了就是华盛顿州的苹果 在今年的产量或质量呢都有所增加 那么我们也值得一提的是呢 华盛顿州是美国最大的水果产区之一 这个也是我在看到这则新闻之后了解到的一个信息 然后呢华盛顿州也是以其丰富的果园和高质量的水果而闻名的 就比如说本次新闻中提到的苹果呀 包括华盛顿州呢也是被誉为美国的苹果之州 这个地区的气候和土壤条件呢非常适合苹果的生长 而华盛顿州也是全美最大的苹果生产州 种植了多种 多种品种的苹果包括红富士啊金冠啊 嘎拉啊亚亚克啊华盛顿本地的苹果啊等等等等 就是我看到这则新闻呢作为一个水果脑袋 就是我是非常喜欢吃水果的一个人 看到这则新闻我是非常的开心 感觉今年大家又是可以享受非常甜美的水果在华盛顿州的居民 对 对的我也没有想到居然华盛顿州是美国最大的水果产区之一 因为感觉这里的气候好像是不是没有说那么的适合这种水果的生长 因为小的时候我们我们学习地理的时候会讲到说 哪一些地方适合哪一些水果的生长 然后尤其提到了新疆 新疆很适合瓜果的生长 因为新疆的这种作业温差比较大 那我实在是没有想到华盛顿州有什么就是这种独特的地理条件 或者是气候条件 或许是因为它降水量特别多 这个我也不太清楚 但是我知道的是我在这边买苹果其实真的不算特别多 但是华盛顿州的樱桃真的是非常的好吃 而且因为我有些朋友在加拿大那边 他们在加拿大的东部一个沿海城市 然后他说他们的朋友圈里面有卖华盛顿樱桃的 就是我们这边的樱桃 然后说卖的很贵 而且好像是很出名 不过我确实是去年这个冬天 今年冬天 对 一直是在吃樱桃的 对哦 我也觉得华盛顿州的这个樱桃非常好吃 而且我一直知道华盛顿州这个樱桃的樱桃非常有名 然后樱桃的这个 是 其实我记得是不是有一款樱桃叫雷尼尔樱桃还是 对 是的 雷尼尔樱桃 对对对 对 然后好吃的 而且值得一提的是 华盛顿除了樱桃和苹果以外 它的葡萄其实也非常 很有名 气候挑战也是非常适合葡萄生产 生长 所以说 因为它的这个气候呢 然后包括葡萄的产量呢 华盛顿州也有非常多的一些葡萄酒的生产商 我们在几周前的新闻中可能也提到过 有一些著名的葡萄酒厂啊 包括切尼尔啊 卡罗斯啊 还有勒坎酒庄啊 等等等等 所以华盛顿州还是一个 真的还是一个非常有名的 非常有名非常大的一个水果产地 对 嗯 是的 葡萄的话确实是 因为这边酒庄很多嘛 然后我跟小璐之前 在其他新闻里面也有提到 可以大家可以去酒庄 去 比如说周末的时候 然后去酒庄瓶瓶酒啊 然后像度一个小假一样 嗯 我就很喜欢喝葡萄酒 我特别喜欢喝雷斯令 然后我很希望能够回去 多喝一些这个华盛顿州 自己当地产的葡萄酒 然后也希望回去能吃到好吃的苹果吧 因为我现在在国内吃苹果 我家乡附近是 呃也是产苹果 非常非常多 是烟台 烟台就是产 红富士很多 然后苹果对我来说 就从小吃到大 就是我一直 从很小的时候 然后我父母 呃他们就是单位就会发嘛 然后每个冬天都会发 可能会发四项苹果 然后苹果这种东西 存存储的时间又会很长很长 所以就一整个冬天 全部带 全部都在吃烟台的红富士 嗯 其实我还没有在西雅图买过苹果 那这次回去我要 尝一尝西雅图的苹果是什么样子 因为我看 这个上面也有说 西雅图也是会产红富士的 嗯 是的 是的 OK 那我们来 呃关注下一则新闻 下一则新闻是呃 华盛顿州的警方在 考虑磁县的恋童癖 诱捕行动中抓获了15人 那最近在Longview Winkle Foods 购物的顾客 并不知道他们正处于一场 捕捉恋童癖的 诱捕行动当中 华盛顿州的巡警 报告称从10月到上周 巡警与当地执法部门 联合行动抓获了15名 来自泉州的男子 和一名来自 俄勒冈州的男子 他们能试图 与未成年人发生性关系 至少有5人 在被要求前往 三角中心Winkle 为他们以为要见面的孩子 购买物品后被拘留 警方伪装成未成年人 或未成年人的父母 在网上抓捕 嫌疑人 其中一些包括指控 其中一些被指控的包括 二级和一级强奸儿童未遂 对未成年人商业性性虐待未遂 出于不道德的目的 与未成年人通信 以及对未成年人进行性探索 嫌疑人来自不同的地方 包括奥林匹亚 布鲁斯特 小温哥华 皮亚鲁普 俄勒冈州森林 公园湖 以及华盛顿州的一个陆军基地 其中两人来自 考虑磁县 那来自 凯尔索的 尼古拉 米尔 哥罗茨奇 现年35岁 他以为自己将一名 13岁的少女发生性关系 在10月28号被捕后 警方在他的随身物品中 发现了一个安全套 润滑剂 一个塑料挤压瓶 以及他手机里 三张十几岁男孩 进行性行为的图片 10月29号 23岁的布拉克斯顿 胡德 在朗威有事 与一名便衣警察商议 该警察冒充 交友软件上的一名 13岁女孩 与他的祖母住在一起 他同意在汉堡王下班后 与他见面 他一见到就被逮捕小组 带走了 胡德的下一次听证会 将于11月30号举行 那这次被称为 网络保姆行动的警 警方行动 不仅包括 蓝维油警察局 和卡丽茨县 治安办公室 还包括联邦调查局 国土安全部 各警察部门 并由华盛顿州巡警牵头 可能的原因声明称 一些嫌疑人在 朗威有警察局 总部接受了询问 朗威有警察局发言人 布兰登·麦克纽 上位告诉每日新闻 之所以使用该检察局 是因为其办公室 有足够的空间 而且就在附近 他说 抓捕这些嫌犯 值得在考虑词监狱 增加这些囚犯 监狱里有足够的空间 关押儿童性侵者 麦克纽说 那我们在这里 也分享一下 这个抓捕行动的过程 那根据这次 与这次行动有关的 各种可能原因的声明 这次行动 一名卧底警官 扮演了两种不同的角色 在其中一种情况下 这名警官在交友网站上 假扮青少年 试图与年长男子 进行妥协性对话 希望能建立性关系 在另一种情况下 该警官扮演一位中年母亲 在在线分类广告网站上 提供未成年女儿 进行性交易 那在网络保姆行动期间 一些嫌疑人 被指示参与一系列的行动 这一系列包括 通过约会网站 或在线分类广告 与卧底特工的 初步互动照片分享 开车前往 Longview Winkle Foods 停车场或其他地点 携带或或许避孕套 为一些人购买饮料 然后前往另一个 将被逮捕的地点 那被捕者中 包括布兰登海德 他现年26岁 从Tacoma附近的 路易斯麦考德联合基地 来到Winkle Foods停车场 他在不知情的情况下 与西雅图警察局的一名 编译警察进行了交谈 该警察假扮成一名 来自凯尔索的 13岁女孩Taylor 那我们现在到了广告时间 广告之后 来继续为您分享 这则新闻有关的 其他信息 听说了吗 听说了 MCRIB回来了 赶快告诉粉丝们 现在还有消费满五元 可获八折优惠呢 仅限 仅限APP 浓郁的烧烤滋味 好期待啊 我们为什么小声说话 这样才能听起来 让人意向深刻 MCRIB重磅回归 请今天就来品尝 优惠每天限用一次 23年12月31号截止 仅限参与活动的McDonalds 不包括睡精 必须加入酬兵计划 再次温馨提醒大家 疫情虽然已经过去 但你仍需要接种 有助针对新变种病毒的 2023至2024年度COVID-19疫苗 一旦感染 可有助降低长期COVID风险 如果你没有保险 仍然可免费接种疫苗 如果你觉得出现症状 请马上进行检测 以便在必要时 获得正确的治疗 详情请致电 1800-525-0127 并按锦字键了解详情 本广告与华盛顿州卫生部合作 好的 欢迎回来 现在您正在收听的是 西雅图中文电台 Chinese Radio Seattle 本周热点新闻 OK 那我们来继续分享一下 这次恋童癖抓捕行动的 这种行动过程 那我们刚刚提到了 一些比如说警方 假扮成这种嫌疑人的母亲 提供未成年女儿性交易 然后约这些嫌犯来到 Winkle Fools停车场来进行会合 那我们刚刚也提到了 其中一名警察 假扮成一名来自 凯尔索的13岁女孩Taylor 那这名警察回应了 Taylor提为年轻可爱的免费独居两晚 寻找四个成年伴侣的帖子 称他不仅是军人 而且清白 并有测试结果为证 文件显示 Taylor给 海德给Taylor发送了一张照片 当时他穿着侧面应用军队字样的短裤 并把隐私部位露在外面 那这名卧底发送了一张 Taylor的照片 也就是这个 卧底发送了一张假的这种未成年的照片 并约他在朗维游见面 在Taylor抵达和他们见面的这段时间里 海德和Taylor交换了信息 海德开始怀疑自己可能走进了一个陷阱 他问道 很确定这是一次行动 你是警察吗 他担心自己正在与一名执法人员交谈 于是要求Taylor提供照片 尽管如此 他还是来到了Winco公司的停车场 Taylor让他去那里买红牛 那警方发现了一张美国政府身份证 一张阿拉巴马州驾驶执照 并运套和一包未开封的Blue True 他后来接受了联邦调查局探员的询问 称自己是来朗威游参加万圣节派对的 海德的下一次听证会将于12月7号 在考虑磁县高等法院举行预审管理听证会 另一名参与此行动的人是一名来自奥林匹亚的男子 他对网站上的一则分类广告做出了回应 人们可以在该网站上根据实际位置购买物品 31岁的奥林匹亚人亚伦M.亨德森 接到了一个一则莫棱两可的个人广告 寻找一位跳出矿矿思考 不喜欢被限制在社会规范中的情人 10月20号亨德森通过电子邮件回复 称告诉我吧你可能会感到惊讶 在闲聊几句后 这名卧底特工假扮成了一位 有两个孩子的中年母亲 与亨德森交换了电话号码 随后他还主动发送了一张自己的自拍照 这位假母亲在给亨德森发短信誉中 说他在为我的熊宝宝找爸爸 亨德森回复 说他过去曾与未成年少女发生过性关系 并同意在朗维游会面 他被要求戴上闭云套 并前往Winkel Foods停车场 下车后亨德森被执法人员拘留 根据华盛顿州巡警组的一份新闻稿显示 自2015年8月以来 华盛顿州巡警局的失踪与被剥削儿童专案组 已在华盛顿州各地逮捕了322人 并使30多名儿童脱离了危险 草利茨县检察官Ryan在新闻稿中说 我为我办公室的副检察长们感到骄傲 他们兢兢业业地协助开展这项重要行动 打击那些试图在网上伤害我们青少年的人 那大家这个听众朋友们可能也注意到了 这是一则非常非常长的新闻 那我们选择去分享这一则新闻呢 是我们也非常重视这种 关于未成年人性侵的这种案例 那对我来说呢 这个例子是 虽然是一则很好的消息 警方也付出了相应非常多的努力 但是我们还是可以看到 在短短的时间里面 最后这个检察官也说到 就是包括来自这个新闻稿的显示 2015年8月以来 已经逮捕了322名这种 想要去性侵或者是说 有恋童癖的这样的人 那其实这个时间其实并不长 322人已经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 这么一个数目了 因为322人他们每一个人 威胁到的小孩 威胁到的这种青少年 是不止一个的 那我们这种 我们这些青少年 尤其是这种未成年人 他们其实是没有太多的 这种保护自己的意识的 那通常情况下我们讲 我们谈论性侵案的时候 都是这种权力的不对等关系 所造成的性侵案 那成年人和未成年人之间 就是一种非常非常典型的权力不对等 未成年人在没有发育到这种 用自己独立的认知的情况下 他很有可能被成年人 所说的话所影响 对对对 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是一个 非常让人感到痛心 但是又为这些警察们的做法感到 非常的欣慰的这么一件事情 小璐不知道你怎么看待这件事情呢 我觉得就是家庭呢 作为家长呢 也应该去注意 就是和自己的孩子开展 就是如何健康的使用互联网啊 或者一些性教育的健康的这样的对话 因为很多时候呢 有一些未成年人或者儿童 他们在被 就是被言语上可能所性侵犯 但是他们自己并不自知 他们并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 所以我觉得从小呢 要让孩子就是了解到这个 一些性教育的健康的这样的对话 比如说如果一些陌生人 对你进行了一些言语上的 就是说了什么话 或者对你做了什么动作 你要就是远离那些陌生人 要认识到这是一个 对你健康安全有威胁的 这样的一件事情 然后另一方面呢 我觉得也是要监管互联网的 这样的一个使用吧 尤其是在现在这个网络的时代 很多未成年人会提前的 过早的接触一些 成年人的内容或者信息 影片或者说是一些帖子等等等等 所以说我觉得家长在这个 这个家长这个角色呢 也是非常的重要的 要确保儿童就是不要接触 或者说是尽可能的 就无法轻松的接触 不适当的内容 不属于他们这个年龄的内容 尤其是我们知道现在手机 或者一些APP会开启 就是儿童的这样的一个健康模式 或者儿童模式或者安全模式 所以我觉得这一方面家长也应该注意 对我觉得其实小路提到这一点非常非常好 因为现在是我们是一个互联网的这种社会 之前可能在没有互联网 或者是前互联网时代 发生这种事情 大多数都是熟人作案 但是现在在互联网上 这些我们所能得到信息更多了 那相对来讲这些罪犯们 他们想要获得的信息也会随时增加 那我觉得与其说是这个家长 要做好这种未成年人上网信息浏览的这种监管 那我们不如说家长需要对未成年人 进行一定的教育 告诉他们在看到这一类信息的时候 应该做什么样的反应 什么样的 别人跟他说什么样的话是正常的 什么样的话是不正常的 那什么事情是应该做的 什么事情是不应该做的 那看到这个新闻呢 我就是真的非常为那些孩子们感到庆幸 因为警方已经抓获了一些这种恋童屁的人 而且警方也说 我们的监狱里面有非常大的空间来容纳这些恋童屁们 我们也知道恋童屁进到这个监狱里面 是会被监狱里其他的犯人所折磨的 他们是会生活在这个 相当于是说监狱的食物链的最底层 所以他们一定会得到相有的相应的惩罚的 然后看到这个新闻 我不知道小璐有没有看过一个电影叫溯源 它是一个韩国电影 哦 我听说过 对 它是一个韩国电影 是根据一个真实的事件改编的 这电影其实说实话看到一半我就看不下去了 因为真的心里面太难受了 然后前一段时间 好像是去年还是前年 溯源案 他的这个原刑的罪犯 被放出来了 放出来了 对 对 而且好像一开始警方还没有公布他的长相 但是我觉得 对 但是我觉得他真的会对社会造成非常非常大的危害 而且 我觉得这种立法 真的是 如果是恋童屁的话 一定要重判 就是让这种犯罪成本降低 我们经常会听到很多这种关于恋童屁的新闻 我觉得全部都是因为犯罪成本还是不够高 他们还是会想着说 去把自己这个魔爪伸向儿童 对 而且我觉得在另一方面呢 可能有些恋童屁的人 他们是有心理问题的 对 绝对是这样的 对 他们可能就是要清楚的 让他们认识到恋童屁是一种犯罪 他会对儿童造成特别大的伤害 并且就这些人呢 就是 其实是需要接受心理健康的这样的一个支持的 对 因为他们很多人可能就是 比如说感觉到这个 所谓的对于儿童的这个欲望 或者不适当的这些冲动呢 或许专业的心理医生 可以提供一定的这个帮助和指导 所以这方面我觉得这个心理健康和这个教育方面也需要跟得上 对 之前我看一个纪录片也是美国这边的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新闻 是爱普斯坦案 爱普斯坦案也是搜查出了非常多 关于性情儿童的证据 或者说是给儿童拍摄这种色情的视频和色情照片 也是牵扯出了非常非常多的人 其中有一些是美国的很著名的政界人物 包括一些商界人物 所以我觉得这种保护未成年人的这种责任还是任重而道远 是的 其实呢我身边就是有一个案例吧 就是就是他是在美国这边长大的 然后他就是跟我讲说 他不是说受害者 就是他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一个恋童癖的受害者 他只是过早的接受接触到了互联网上面的一些成人的这样的一些视频和信息 在未成年的阶段 就是我是没有办法想象 他会那么早的接触到就是在十岁之前 去接触到互联网上的一些成人的内容 所以说直到现在他跟我说 当时的一些就是过早的接触的这样的一个信息 给他现在都会留下一些不好的影响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对于未成年的保护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 也是我们一定去关注的 一定要去关注的 所以说如果您注意到任何 就是可能与儿童性侵啊 或者恋童癖的有关的行为呢 其实应该是像执法机构报告呢 所以对保护儿童呢 也是我们就是整个社会的责任嘛 对是的是 对 好的那让我们来关注一下下一则新闻 下一则新闻是关于下图生活成本的 下图研究发现了下图的生活成本在美国排名第九 下图人知道这里几乎损悉 从食物到住房再到交通的成本都远远的高于全国的水平 进入假期的季节一项新的分析显示我们要付多少钱 最新的情况在分析的269个美国都市区中 2023年第三季度下图的生活成本排名全国第九 这是根据社区和经济研究委员会的说法 该委员会编制了季度生活成本指数 以及衡量消费品和服务成本的地区差异 下图经济试用房的短缺经常成为头条新闻 但这些数字表明生活在这里的人们还必须应对食品 医疗保健和其他服务成本上涨的问题 这使得下图也就是之前我们经常称的翡翠城的生活 变得更加难以负担 总体生活成本指数为100 代表269个城市的平均生活成本 下图的指数为145.7 远低于成本最高地区的曼哈顿的指数227.8 但仅略低于洛杉矶的指数174.3 下图的总体生活成本也落后于 坦香山 圣河西 旧金山 纽约布鲁克林 加利福尼亚州 奥兰制县和波士顿 与此同时 翡翠城下图总体上被认为 比圣地亚哥 纽约皇后区 华盛顿特区和奥克兰略贵 是的 但是西亚图的杂货和交通成本 高于曼哈顿 布鲁克林和洛杉矶 即使我们的房价没有那么高 西亚图人最昂贵的支出类别是住房 其成本指数是全国平均水平的两倍多 下图最便宜的类别是公用事业 仅略高于平均水平 另外 根据这份报告 普特肯特和埃弗雷特也基深于全国25厂贵的居住地之列 值得注意的是 该分入最高的五分之一的专业和管理家庭的支出 由于参与城市的名单 每个季度都会发生变化 因此生活成本指数不能用来衡量通货膨胀 但其他指标表明 物价上涨肯定会持续存在 如果您是下图人最近感觉预算紧张 那么您可能会感到安慰 因为您知道自己并不孤单 其实我看完这个新闻呢 我一点也不惊讶 因为我一直知道 就是下图它是非常难贵的 尤其是看到它的交通成本 甚至略高 曼哈顿 布鲁克林和洛杰基 我记得非常清楚 我在纽约那边旅游的时候 打车就是感觉还甚至比下图便宜一些 便宜 对 是的是的 下图打车 真的 我从来没有觉得打车这么贵 包括我从纽约过来西雅图实习的朋友也说 在纽约他可能平常都是打车去 他是NYU的嘛 然后他平常会打车去学校 但是在西雅图他在Amazon实习 他根本就没有办法打车去Amazon 太贵了他说 对 西雅图的生活成本 真的是一直是非常的高 是的 而且他物价其实也不低 尤其是他 吃饭非常贵 对 他和洛杉矶这一些 波士顿这些就是 算是一线的大城市相比呢 他其实就低一点点 对 所以 在西雅图生活 我觉得其实在LA吃饭反而要比西雅图要便宜一些 对 而且选择还多 对 而且还好吃 西雅图就是又贵又难吃 是的 OK 那我们的本周热点新闻节目就到这里了 以上新闻内容是小卢和April为您播报的 想要了解更丰富的内容呢 请随时访问我们的网站 Chinese Radio Seattle.com 或在线搜索西雅图中文电台 当然了你也可以通过电台Facebook主页 Chinese Radio Seattle 微信公众号金智西雅图 或者下载中文手机电台App Chinese Radio Seattle 收听或关注我们的节目 那本周热点新闻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听 祝您有一个愉快的夜晚 我们下周再见 再见